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木吉他的神兵利器 開心彈吉他 終於請到第一位來賓 就是 裕翔 嗨 大家好 我是裕翔 裕翔 你現在的工作主要是什麼 現在就是教學 教學跟 直播 喔 開直播 在哪個平台 17 17直播 大家去訂閱追蹤 可以看他平常在上面彈吉他 不一定會唱歌 有機會啦 那我認識裕翔的時候 他那時候是在 李吉他當店員 沒錯 那他現在轉行 轉職當直播主跟 吉他教學 他還有當吉他演奏家 那來跟大家介紹你平常使用的器材吧 我的吉他 沒有 那是我的 那是我的吉他 那是我的吉他 那是 日本的手工自琴師 這是 淑吉他 淑吉的 手工琴 你可以再唸一次嗎 淑吉他 淑吉 三田劍師 好像日本人在講英文喔 日本人 日本人要更多一點嘛 我日本人要更多一點 喔~~ 更有欸 欸很漂亮 這是五五會同款嗎? 對 你今天的器材是跟五五會都一樣嗎? 幾乎一樣 幾乎一樣 好 大家看清楚了 喜歡五五會的朋友 把他的器材全部記住 跟著買 絕對不會錯 好 那大家一定很關心這種 日本手工型大概要多少錢 這把那時候訂製的時候 是一百萬日幣 一百萬日幣 對 那現在咧? 現在 不知道但應該要超過 這樣應該算起來多少 感覺應該要一百五喔 一百五喔 一百萬日幣 自己自掌身價 一百萬日幣大概是三十萬台幣左右吧 一百萬差不多 差不多三十萬 實在是非常不便宜 但是聲音是還蠻好的 大家等一下可以聽試聽 好 那它上面裝的實音器是什麼配置呢? 這邊是C盤的 就是兩個貼片 是哪一個牌子的 兩個貼片是那個 Infinity的 Infinity的貼片 對也是手工製作的 然後搭配那個Sunrise S2 這個大家應該蠻常見的 鄭成河也用這個 鄭成河壓尾大家都用這個 確定就是太重了 太重了 整把琴拿起來會變得非常重 拿掉的時候都會覺得 瞬間很輕鬆 我聽說它裡面都灌焦 這裡面啊 你拆開過嗎? 它有什麼拆開啊 它說裡面都灌焦 說是防潮 但我覺得應該是防Copy吧 不想讓人家猜對不對 對不想讓人家知道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再來就是我們 木吉他的器材最重要的 木吉他的心臟 前級 登登 恭喜張欣購入 沒有 這是裕翔的 你是要買的嗎 這台有點難 這台 現在 我昨天剛查 現在買要14萬台幣 那裕翔你那時候買多少 那時候訂的時候就10萬 10萬 你看 他這樣買吉他省了 但匯率低一點啦 有差一點 他那時候買吉他省50萬日幣 啊這買這個省4萬台幣 這樣大家自己算一下 買這個他可以省了多少 那這台的功能可以請御祥福介紹一下 然後有人就說 根本不是省的問題 我根本就不會買 人生中沒有購入這些器材的一天 你如果你雙系統進去的話 他就會顯示 這邊燈號就會亮 然後如果你進吉他 你也可以進兩把吉他 單把的 就是沒有雙系統的也可以 然後他就會顯示一二一 就是你分別挑兩個 這樣 就可以 就可以切換 對對對 你可以切換 不同的吉他這樣子 對 然後中間就boost 就是如果你需要 就覺得 你今天想收 奇怪為什麼我現在音量那麼小 旁邊的人都比我大聲 就把它按下去 你就會瞬間把切蛋幹掉 喔 可以把大家幹掉的東西 等一下 對 對 這也是 這也是內容的一部分 表示我們沒有做假 我們就是非常live 然後呢 這個就是可以 喔沒有就是 如果你踩下去的話 他整個那個game就會沒有 就會靜音 就是 就可以把它拔掉 對 直接踩掉就可以 你就可以開始慢慢收你的東西 或者是不要理它 然後演出的時候 如果你要調音的時候 像 像我不是用地板式的調音器 我是用那個 夾 接觸式的那種 夾在這裡 那我就可以踩掉調音 就不會那麼尷尬 不會在那邊 就不會在那裡表演調音給大家看 對對對 來我們現在為大家表演調音 噔 就會很尷尬 就可以踩掉 慢慢調 調整 對 然後上面的話 就是因為它 這邊有很多細項 就是它有 它主要是頻率 中間的話都是頻率 然後主要 比較簡單的就是它這邊 這邊就是它的game 對 對 然後中間都是E 然後中間的話這邊主要就是分成 就是 低音 然後中低音 然後中高 跟高音 四個 對 而且它好像是都可以調那個 幾赫子的時候 對對對 它可以再微調 你可以再微調幾赫子 你要的那個頻率 就是 這四個都可以再微調 這樣 這邊就是 就是它的 它的那個 level 就是它你要的那個 大小 然後這邊的話它都有一個小小的 空白圈圈 就是基本上它都會建議你調到這個位置 喔 有的Mister上也會這樣做 對 然後在旁邊這邊就是 它都顏色分其實還蠻好認 這邊就是那個 效果 就是那個send effectsend的部分 然後下面是 那個return的部分 就send return 就是從這邊控制 send跟return都可以分開條 對對對 你就可以從這邊去控制 然後在下面這個是booster level 但因為我平常很少用到這個 所以我這個就沒有開 對你可以調整你要的比率 然後你踩下去的時候它就會 就會增益多少這樣子 對 然後最下面這個就是它的 Master level 就出去的音量 它也有一個白點 對對對 就是建議開到它 嗯它平常也是建議開到這裡 所以我平常調的時候 這邊都固定 然後就是中間的這個音 這個音量 它比較特別是它這個是歸零的感覺 歸零 就不是 不是你 這邊不是歸零 就是它反而是這邊感覺像歸零 嗯 對對對 嗯 然後平常按下去的時候 你可以這個 這個 比較好玩 就是你平常按下去的時候 它是可以單獨mute掉 你的某一個 實音器 例如說你左聲到sunrise 你可以 mute掉 你可以現在只聽這個部分的 嗯 那在調EQ很方便 對你就可以分開聽 就不用 你就不用先把另外一個 轉調 你就只要按一下 對對對 然後gain也不用 就可以按照剛剛原本的 對 那我注意到它的 它的DI-out有兩軌啊 對啊 所以它的send 啊它的return也是兩軌嘛 return這邊也是兩軌啊 喔那超方便的啊 嗯 我們就不用 就是像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說 我們像delay跟revel 我們會做stereo的訊號 那我們這台它就可以直接send回來 或就直接從前提出去 這樣非常方便 只能說一分錢一分貨 它現在拿在手上 重量也是特別的重 真的是有點重 真的有點重 不過因為它是濃縮那個機架式的啊 對 也算是比機架式小一點 對 原本是那種鎖在瑞克箱上的那種 長 很長的那種 PS一個長長的 然後這顆是御翔的 rever 對 好這顆是御翔的rever 就是我之前也有跟大家提過 free the tone 對 我個人最喜歡的一顆rever 對 我覺得這顆音色超級 你快要買了 我也覺得我有一天一定會買 這顆的聲音我真的太喜歡了 它 它一樣是stereo的 就是 是有立體聲的 然後它有六種效果 也有很多參數可以調 那最吸引人的就是它的這個 怎麼唸 我們突然間都不會唸欸 s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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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們唸的很 seren 唸的很有feu 哈哈 就像唸錯也要唸的很有feu 對唸錯也要好像唸對一樣 對 它這個效果是只有他們家才有的 超好聽 有點類似 shimmer 嗯 shimmer shimmer 很 很有自信的講出來 shimmer 嗯 它在後面會墊一個很夢幻的聲音 就會有點類似 後面有個淡淡的弦樂的那種感覺 一點點 還有它還可以設preset 可以設四組 你在舞台上你今天快歌 欸 按一下 對 或是你不想讓人家知道你平常調什麼的時候 你就可以先設好 然後亂轉一通 亂轉一通然後騙人家 然後大家看到你參數的時候跟你調 結果發現就其實不一樣 聲音不一樣 哈哈 對這樣太壞了吧 它的器材大概就是這幾樣 那我們就來 聽聽看 這些器材 會帶來什麼樣的聲音吧 lieu Aku 到旁邊 有 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那大家刚刚试听完应该也对预想的这些器材的声音有更多的了解 那我个人是觉得它的实音器 它声音非常大壳 然后声音很漂亮 就 就很好听 我觉得是偏 蛮自然的 蛮自然的 其实像 像木吉他你在表演大概会有两个路线 一个就是一个 很 梦幻的声音 然后一个就是很自然的声音 那没有什么好或不好 就看自己喜欢哪一个方向 那我觉得像它这个 它刚刚出来的声音就是一个非常自然 我们在试的时候 我敲面板我以为没开 我以为那个 我喇叭忘记开 自然到忘记 对太像了 它的reverse也真的非常的自然 就都很自然 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 你喜不喜欢这一套器材 还有 郁翔赚不赚 他是不是赚烦了 他这至少省了 他这至少省了十万 好啦 我们这一集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加上分享 我是张鑫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